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讲一个话题呢,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实际生活中啊,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项,我觉得特别要注意,是这个叫邮件,信箱,信箱。 他这个信箱啊,叫,这是什么信箱呢?这是美国银行发给我的信箱,因为我有美国银行信用卡嘛,他发给我呢,整个叫我的,我的银行那个账户,比如说交易流水,用中国的话讲叫交易流水,他是每个月都要发给我。 因为现在不是5月,5月5,5月8号吧,还有5月7号,他哪天发给我呢? 就5月6号,到了,他给我银行流水,告诉我我每一笔钱,就是说,哪怕是取了10块钱,20块钱,他都有,都有。 这么厚,能用四五张的,四五张,我说这,从我的所有消费,就是说信用卡的所有消费啊,所有消费记录都有,我的天,全部告诉我。 后来我问了那个,银行里面的人,说,说给我这干嘛啊,我说,没啥用啊,我说看一下,他说,就是让我看一看,有没有说,信用卡刷卡的记录里面呢,不是你刷了。 就误刷了,或者说多刷了,还是什么,然后如果有的话,有,等等你认为有问题的情况,立刻打电话,叫他冻结,或者,或者反正其他操作吧,都有。 我说,我去,我去,我,我去找个几个华人,他们发工资是用那个叫什么,支票发工资的。 哎,我说,那我问啊,美国这边是发工资是用支票啊,他,他,不是说中国不是直接打卡吗? 不是,这边不是的,但一般的,一般的华人工作,华人的工作,有的就给现金,有的就打卡什么的,现金工啊,打卡,但是我遇到几个,他们的工资是,支票账户,发支票,开支票,我还在这个呢? 啊,就一般就是,这是很正常的,很正常的,一般支票的交易,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,是比较正常的现象,但在中国很少,很少这样,另外,他的,那他,那他要支票的话,给你的话,他从纽约怎么寄到你墨山基啊,他不要信箱吗? 所以信箱很重要,信箱要是搞错了,那完了,还有一个,信箱它是一个叫,相当于快递的地址,同时也是政府部门跟你联系的一个地址,只有这个,这是我了解到的唯一途径了,比如说跟那个什么政府部门打电话,说我谈一谈我政府怎么样,什么事情,那好像没啥用,问题好像解决不了, 主要就是写信,信箱,写信,政府会发信给你,包括DNV那个账单,如果你被罚款了,他的账,他也会寄信给你说你罚款了,什么什么的,那就八糟了,如果你不,不, 如果你说呢,不交,可能那过,过一段时间他就要翻倍了,过一段时间就要翻倍了,是吧,还有呢,比如说你家里面的孩子啊,有七八天,什么一个星期不上学了,比如啊,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不上学了,学校一听, 学校一看,谁家的孩子啊,比如说小王,小你,哎,你家孩子不来上学啊,学校,学校可能就会告诉法院,法院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,反正是政府机构吧,会发信给你,给你,给你,给你啊,就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学了,什么的,他会发信给你,那怎么发信呢,就这个信箱地址, 如果你在信箱地址,说写错了,那不得了了,那在美国就没法过了,我,我算想了想,在美国就没法过了,像中国吧,几乎所有的注册都是那种,手机,手机号,验证码,什么什么,直接码,中国基本上都是手机,但美国这不是,美国的手机,好多都是匿名的,随便买,在街上随便买,手机号啊,随便买,美国这边主要是靠了个, 我觉得啊,主要是靠信箱,就你的邮寄地址,信箱,联系,另外还有一个叫谷歌邮箱,就,谷歌邮箱电子的,email嘛,他们这边用那个电子email,用的非常多,不像中国,中国email好像很少,中国基本上就QQ啊,微信啊,之内的,很少说, 跟你谈个事情,说,发个邮件啊,发个什么email,好像比较少,中国是比较少,我记得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,包括学校吧,生活 时候,一般都有一个什么家庭群啊,同学群啊,什么老友群啊,老相群啊,还有什么,反正各种群嘛,就微信嘛,有什么事情啊,然后处理一下 美国这边呢,美国这边,美国这边,好多都是发信,就是说电子邮件 他会发给你电子邮件 比如说,一些,对对对,一些商业报告 比如你,你订购的是,像我这个是美国银行嘛 你可能用的是另外一个,什么Wilts Fargo,什么银行 还有花旗银行,比如啊,他们可能每个月给你发那个投资报告 告诉你,什么什么投资,什么投资啊,都有啊,信箱啊,信箱很重要 DNV,什么驾照啊,发,都是要通过的,都要用这个,都要用这个 没这个就不行了,没法回来在美国 还有你,汽车过户啊,上学啊,什么都要用它 这个,这个信箱太重要了,太重要了 还有,好了,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吧 很短啊,很短,分享的